我念书的时候啊 我想是1955年第一次念管理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 四个M最重要 第一个是Money 万事非钱莫办 第二个什么呢 Machinery 第三个Material 第四个Man 王府舟教授 那个是教我们用的是 1933年上海上民族馆的书 今天我们不讲那些了 那些 我们讲什么呢 你这个组织 你能不能敏畏感受环境改变 有时候外面改变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是 尤其是我们像大学 有政府预算支持的 它更不在乎 但是长期来说 有没有问题呢 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很多机构就是这样 它对外面 它莫不关心 它可反正 我现在在 我这个认内不会有问题 实际上 我们一个 这个企业要变 它要有这个mechanism 要有这个capability 第二个呢 要如果迅速决策 那反而 欢迎改变 不要知道以后啊 而不能改 一年一年的就这样过去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 不是 我们要很快的做决定 是不是能够做这样 第三个 要执行这样的决定 你的组织不能僵化 所以我们现在 它组织要变形重化 要虚拟化 要团队化 过去那种悄悄观观 它没有办法 因应这个世界 那么 什么是不变的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几样东西是不变的 你要有 你要让里面组织的人 能够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 能够激发他们的热情 他们觉得是有意识性愿景 在愿景上 因为我们以前受到那种管理的教育 一定要跳跳宽宽 怎么讲究这么空洞 它不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给你个愿景 然后怎么做 看清醒办 如果都调权光洞定好了 何必要聪明才智 何必要这个什么 你的判断 你的破定 愿景 一些孙中山先生 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人群努力 怎么努力 看情况办 但是你联合世界上弱小 这个时候 你拼得戴户的草民族共同分头 我还不错 我还跟孙中山接生的遗嘱 这就是他的愿景 这愿对不对 是对的 可相当长的时间都还有用呢 当然在企业界也是这样 第二个 你靠文化 文化是什么 大家有共识 但是我们重视创新 我们重视绿色 我们重视环保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家庭 我们彼此信任 信任 不是靠上面的责备 还是挑挑观观 我们大家都是同志 这个同志有多种意义了 我想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志向 第三个呢 我们要培育人才 没有人才 观也不行 这个是不变的 我想一个不变的 最后 我们实践到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于时俱进 过去不重视环保 可能那时候我们没有能力 也没有感觉到他的严重 现在总是要于时俱进 这是IBM公司所提债的信念 怎么样于时俱进 我个人感觉要误实 因为我们在面环中 我们可能有两种的反应 一种是一种是很固执的 我们没守成规 不想改变 这是一个反应 第二个呢 好高物源 物源 这两个都不对 要根据事实的状况 了解环境 了解能力 了解条件 所以这样来做 有时候啊 为什么大家说这老生常谈 可是我已经遇到太多状况 说你要把它改变 不行 规定如此 规定 你这样的太不按规定 排你出牌 其实不是不按摩摆 我误实 所以误实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有许多的一方面 有些好高物源的理想 让你不会误实 另一方面 现在的条条框框 那你不能误实 我觉得 以我的体会 我们要创新 要误实 误实不是保守 不是没守成规 它要根据环境的改变 条件的改变 你要跟得走 不要被过去条条框板住 也不要好高物源的 去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务实的精神 今天我们谈绿色管理 我们也要有很务实的来做 不要一下子一步登天 怎么飞和驾驭 马上就做到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要务实 在很多地方都这样 所以最后 我觉得我们什么是不变 最后的精神 是务实的精神 我们靠什么 靠有愿景 靠有文化 靠有人才 把时间到了 现在他们的机会